寒 寒冬 寒淑水,為冬季煮氣,外感寒斜常在氣溫低,人體保暖不足時 另外,涉水淋雨,或出寒吹風,亦常為重要原因 內寒則是機體陽氣不知足,失去溫許能力的病理反應 中醫認為進食過多寒糧食物,亦是引起內寒的一種原因 外寒與內寒雖有區別,但相互影響 一方面身體陰陽氣虛,外寒乘機侵犯 另一方面外寒入侵機體後,長期積聚不散 由損害陽氣,導致內寒病變 有關寒症的表現特點 寒為陰邪,而雙陽氣 身體陽氣受損,就出現陽虛陰性的寒症 例如外寒侵襲肌膚體表,會表現惡寒 頭痛及皮膚瘡白,寒邪折入經絡 引起關節肌肉抽速,疼痛,四肢冰冷 寒邪停在狀苦如脾胃 則有滿腹冷痛、狗套、輻射等 寒有營濟的特性 營濟直營結,阻濟不通之意 人體在陽氣的溫許下 推動氣,血,遵液在體內運行不適 一旦寒邪偏勝,陽氣受損 使經脈外氣,血不通腸 則引起疼痛,故寒症上見疼痛症狀 寒有修癮的特性 修癮直收縮牽引之意 寒且侵襲人體,以使氣的運行形制 同時肌膚、經絡、根健等會收縮 例如寒且侵襲肌膚體表,使無恐閉塞 會導致惡寒、發熱、不出寒等 寒邪在默落中,則氣血形制不暢 引起頭痛及全身疼痛 寒邪停滯在關節脈絡 則可使肢體身屈不靈活 或冰冷麻木 作詞文章 作詞文章 作詞文章